大家好,這是我媽報,明天又有馬跑,天氣很難估,今天好像都沒下雨, 不知道明天會怎樣,如果下大雨變霸場地都是麻煩的。 明天會有馬跑,幸好我會贏,但不是太多錢,但至少要回到錢。 好了,說回上次的口碼簿,潘頓人贏得很漂亮,莫萊拉那隻也是贏得很漂亮, 看著他,在內蠟一飆上來就完成了。 自力更生,下次再出也有,應該看著他的走勢太輕鬆了,應該大把在手,贏得真的很漂亮。 說回上面的口碼簿,射上去也是潘頓和莫萊拉, 我上次有說過,王腳立應該有得想的,點著這條Q走了出來,271元。 那麽我就想說,你們如果是個客人不喜歡買媽寶的,其實我很多次選四隻都中的, 不過我沒有記錄,因為太多時間,只要這樣寫,沒有那麼多時間。 應該來說,我記得也是有錢贏的,就算你買年贏,或是你嫌我的媽寶太熱, 那你都可以這樣買的,甚至買維持Q都應該挺好分的,不是那麼差的。 就好像那天,17,那個維持Q都派101元, 你如果4穿6,如果你懂賭碼,什麼叫4穿6, 那些就說,哎呀,不需要講了,不過我知道有很多人不懂賭碼的, 剛剛加入了有個朋友,他說在學著,不要緊, 看定點才買,當一個遊戲,因為香港也很多,沒什麼遊戲玩, 現在呢,打保齡都消了,很多場地都沒有了, 那打球又沒有了,那些場地越整越少, 那就加上疫情,倒閉就倒閉的了,OK? 那如果真的有,玩媽媽仔,當放鬆一下也好, 不過呢,不過最緊要,都是說那句,不要大盜啊,少賭疫情啊,OK? 好了,那天的黃腳立,真的,不過就贏不了了, 不過他就跑第二年,17倍,挺好分, 還有呢,我也一直跟你們說,羅富川和翠遥漢, 應該都有得想的,你看,最尾場那裏,飽到影,翠遥漢, 那所以呢,就算來近這幾天,如果你們到馬的話呢, 選擇了,就不要錯過這兩個馬房,變成了很惡居的了, 那因為這個媽寶,我就是有登記的, 就之前就沒有登記了,那都有錢贏,我記得, 那五月一號開始,就是四十元四十元這樣投注來了, 那直接到五月二十九號那天呢,就是三十元投注的, 那都是輸的,那這條,這條數就是回來了,OK? 那總共呢,都是贏三百九十七文,OK? 然後呢,這就是中共三百九十七文了, 那麼到六月了, 剛剛6月1日 國考媽寶就收到43.5 月份 這就是6月份的孖寶 5月份 剛才說是397.5 6月3日 國考媽寶就收到3.5 這裏應該是打錯 應該是6月1日 我以後再改一下 6月1日那天就是賭了 不是30元 應該是40元 我寫錯了 6月1日是40元 40元就是賭了3.5 再加上397 也有40元 所以我會賭了3.5元 所以我賭了3.5元 然後1月1日 所以我賭了40元 我賭了30元 所以我賭了3.50元 所以我賭了100元 這就是6月1日 華麗活力 我賭了2隻 我看好貴手媽媽 買了100元的票 這並算是200元 我賭了200元 在那裡還有2.35元 我賭了1月1日 1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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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 tuvie 1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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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en total cost me is two hundred dollars minus that and then still make two hundred thirty-five dollars 跟著說回明天的口碼簿 我也挺難選擇 很難選擇 勉強選了第六口碼簿 信心並非這麼大 因為為什麼呢 第七場我是選擇莫雷拉那隻五號碼的 那我選擇這隻就是雄雲泰斗 莫雷拉劇 蔡若翰 但是呢 大二門就不是他 站在這裏 其實就是潘頓那隻 夢巴黎就是大二的 但是這隻馬呢 我看上去就 並非這麼高 但是無端端為什麼會變成大二呢 那真是難說的 那我就捨棄了他 不買他 反而買雄雲泰斗呢 那這裏呢 其實呢 兩隻其實我都可以選擇的 不過呢 就是 講賠率呢 就是雄雲泰斗呢 就好分很多的 OK 如果他是安慰獎呢 都分分鐘高過潘頓那隻的 那所以呢 我 不過我可能會臨場 可能都可能會 改回潘頓那隻也不一定的 但是現在呢 我就先鎖定他先啦 就是 雄雲泰斗啦 因為他賠率很分啦 那麼 夢巴黎呢 我就要看臨場 如果真是熱得這麼緊要呢 一直熱到尾呢 那就 真的可能他有了道 那就不知道啊 這件事 所以我說 有些難度啊 那就好了 那麼 反而呢 就是第六場呢 比較簡單些 OK 那 應該來說呢 我選了四隻啦 頭碼應該都會是這幾隻的 OK 那就 現在大二呢 又是潘頓那隻啦 那 就是四號碼啦 OK 上龍再燃 那他就是排第三檔的 那 OK啦 我每買每說 他不行啦 那麼呢 那的時候呢 我就又喜歡他 rela 但是呢 我便喜歡個 우리的自由營 有一隻領洪傳旗 就是田泰安旗的 這隻馬都有一些分頭 我覺得這隻馬都很大機會 有機會跑進來 還有一隻可能沒什麼人相信 就是一隻進序寬少 莫雷拉旗有好分頭的話 如果莫雷拉的口媽布 應該就一定有錢分 那為什麼我會排他第四 但是我覺得他有機會爆冷 因為莫雷拉一直都 我覺得他有幫助鄭俊偉 這隻馬已經站了好幾次了 有一次跑第二 對上那次就跑第二 對上那次跑就是跑 因為是下雨變化場地 他跑第十 那是不是真的不懂得跑變化場地 對上那次他拾一檔 我那次也有蛇媽布 那他就是跑第二 輸短頭位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莫雷拉可能真的會幫他 就是晚上一次 所以這四隻入面 其實莫雷拉這隻我都幾喜歡 所以這四隻我可能買馬布 就會是平均分 未必偏重哪一隻 你看到我買馬布 很多時候選了四隻 我最後可能都是選兩隻 煲重他的 那我就很有錢 不過如果你說十元豬 但是我都建議小島移情 十元一豬都沒什麼所謂 就當作玩一下 因為我都說沒什麼娛樂 香港 大家玩一下 不要賺命 那問題是第七場 那是不是莫雷拉那隻一定贏呢 一定贏得到潘頓那隻呢 我就不敢說了 所以我這個就有些保留了 那可能呢 臨時也有可能會是 擺回潘頓 那我怎樣斷定呢 可能就是替個賠率 如果是潘頓那隻呢 可以一直保持大熱 那我可能就會改變主意了 那所以呢 暫時我都不敢說 那我先暫時當作是 莫雷拉那隻 And for tomorrow I pick up a race 6 OK And race 6 will be number 2 Number 4 Number 8 Number 9 And race 7 will be number 5 OK 那我選了第六場 2、4、8、9 尾關就是5號 OK 那這裏呢 除了5號之外呢 都說 4號呢 都不是4號 應該是第七場 潘頓那隻呢 應該是3號 即不是5號 就是3號了 我要看臨場 我會買哪隻 我不敢說 但暫時呢 就先到5號 And this is my QR code And if you like it and you can join it And sometime I will offer the Jockey challenge And even sometime I will offer an extra double two OK 那這個呢 就是我的QR code 你可以加入的 那我就說 沒有收費的 那大家可以加入 然後大家可以聊聊天 那我都會是分享 那騎士王 如果我覺得很有心水 我會發上去 那騎士王呢 至今呢 都是有錢贏的 我發了上去 大概好像是10次或者11次 是輸過4次左右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其餘都是叫有錢贏的 那好啦 祝大家好 OK So good love for everybody 拜拜 拜拜